见到第一仙第3519章 《无人赶祖》风暴以来 并且是一场汇聚着整个东土神州修行界的风暴 由凌云仙宗、奥剑仙府、原子仙门三大主宰势力一起联手 调动上百国度的修行力量一起出动 这世间几乎有名有姓地举辖进大修士 几乎都出现在这一场风暴中 宝光绚烂、杀气直冲云霄 如墨夜色已化作白昼般的景象 而那第一批抵达的修士大军都已锁定此次的目标 那坐在废墟腾乙中的年轻人身上 皇帝秦雀和国师惶恐无助 根本不敢逃 手足无措 呆滞在哪 黑云鸭成成欲催 更何况是被漫天修士大军一起压尽 所有人听令将黄都城全部封死 一个红袍白发老者历声长笑 深圳黄都城内外 任何人胆敢离开黄都城 杀无赦 顿时 那修士大军如潮水般行动起来 完了 竟然是奥剑仙府的太上大长老 五月老祖御驾清正 皇帝秦雀神色惨淡 满脸绝望 剑修五月 东土神州举辖进第一人 奥剑仙府的定海神针 正到至今九千载 被世俗之地誉为陆地剑仙 在整个东土神州 五月都堪称是镇谷朔金的巨拨级存在 便是在天秦国到处都流传着他的传说世纪 而皇帝秦雀认出 那修士大军中不仅仅有剑修五月 更有枪魔未徒 镇天刀染征等一批 名阳东土神州的大老级存在 这样的阵容 完全就能横扫整个 通土神州繁俗之地了 国师乃是异端 见过的大场面 自然不胜美数 可当看到这一切时 也不由心寒 都不用想 今夜的皇都城 极可能将被这一场风暴彻底碾碎 国师下意识看了一眼苏意 却见后者引进了湖中酒之后 这才不慌不忙起身 并且顺手还收起了那把藤椅 那闲散从容的仪态 让国师都不免钦佩 同为异端 这家伙的秉性和举止 的确让人想不佩服都难 异端 还不束手就擒 远处天穷下 红袍白发的陆地 剑仙五月冷冷开口 生如炸雷 响彻黄都城上空 那修士大军的目光 全都齐刷刷盯着苏意 浑身杀鸡汇聚在一起 遮天蔽日 远处 还有许许多多修士 正在汇聚而来 像不断堆积的黑云 把整个黄都城为堵的水泄不通 便是天穷之上 也占满了身影 可此时 一颗黑狗脑袋 呼得从苏意附近的地面冒出来 叫道 义子别怕 快给衣服来 苏意 快啊 黑狗急眼 老子辛辛苦苦施展顿地大神通 挖了一条地道 你再不来可救 轰 远处天穷上 一个白袍男子 呼得抛出手中长枪 插入大地上 顿时 以皇宫为中央的地面 轰然塌陷爆碎 泥土翻飞中 黑狗的身影 被逼迫地跳出来 灰头土脸 很是狼狈 场中顿时响起一阵哄笑 那狗东西竟然自称是那一端的异服 这岂不是说 那一端也是个狗东西 那白袍男子收起长枪 调侃开口 场中笑声愈发大了 黑狗眼珠咕噜噜一转 传音道 苏伊 我之前挖了三条通道 分别通往三个方向 眼下虽然被毁掉一条 但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待会你跟着我 保证让你逃出生天 他眉目间 隐隐有自得之色 苏伊不由意外地看了黑狗一眼 这家伙 倒也挺奸华呀 不必了 待会你跟着我 咱们直接走出去便可 苏伊随口道 走出去 黑狗错愕 对 苏伊笑了笑 我等了一天 才派来这样一场风暴 岂容错过 黑狗倒吸凉气 你他娘 不等说完 就被苏伊一把捏住嘴巴 就当你同意了 待会可要跟好了 黑狗只发出一阵 呜呜呜员员的声音 又惊又怒 又急又气 这家伙一定是疯了 这可是鸿蒙天狱繁俗之地 还真当自己是命运主宰 罢了 你无需再等 咱们走吧 苏伊目光一扫 就迈步而起 镜子朝那陆地 剑仙五岳所在的方向行去 他早看出 对方之所以迟迟不动手 是在等所有力量都汇聚过来 由此可见 对方阵容虽恐怖 可行事倒也谨慎 没有麻痹大意 不过 苏伊已经懒得再等下去 那一端想做什么 上门送死 或许是眼见上天雾流 下地无门 故而心灰意冷 打算跟五月前辈低头臣服吧 若如此 未免扫兴 咱们从天南海北赶来 连一场硬仗都没打 对手就怂了 谁甘心 场中响起一阵议论声 众人看向苏伊的目光 都变得玩味起来 这次的行动 东土神州修行界 俨然以三大仙门为首 而三大仙门 则以陆地剑仙五岳为领袖 眼见苏伊此时 向站立最强的五岳行去 自然让人下意识认为 苏伊这是要低头臣服 就连五岳也以为 苏伊是打算臣服 不禁免须笑道 时时务者为俊杰 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你且束手就擒 我保证给你一个体面 他掌心一番 浮现出一条金灿灿的锁链 显然是打算以此宝封尽苏伊 苏伊则笑了笑 道 你是剑修 五岳一正 淡淡道 承蒙东土神州道有厚爱 还我一声陆地剑仙 显然 他不愿被称作剑修 而更被愿意被称为陆地剑仙 若是可以 他甚至想把陆地两字去掉 是吗 苏伊呼地仰起右手 一缕剑银 骤然在夜空中响彻 天地皆震 风云变色 一抹剑气自天穷乍现 如一抹燃烧的混沌光焰 笔直垂落而下 黄都城四周 分布的修士大军数以万计 仅仅举辖进大修士 便有上千之众 各种宝光绚烂夺目 让夜色亮如白昼 可当这一抹剑气出现 天地间一切的宝光都被压制下去 变得暗淡如灵星之火 许多修士心神剧痛 惊骇发现 由自己执掌的宝物 镇战哀鸣 完全被压制住了 更让人惊悚的是 当这一抹剑气出现 仅仅是那等气息 就震碎黄都城上空笼罩的杀气 数亿万计的修士大军 强大如举霞进大修士 一身道横皆被压制 心神皆被震慑 天地呼地归于一种 压抑可怕的寂静之中 亮如白昼的光焰 照在修士大军每个人脸庞上 可清晰看到 他们面容凝固 眼眸瞪大 写满错愕和惊骇 距离最近的陆地剑仙五岳 感受更为强烈和直接 这一刻 当那一缕燃烧般的剑气降临时 五岳道区像被冻结 一身道横完全被压制 最恐怖的是 作为剑修 他清楚感受到那一缕剑气所充盈的黄黄气象 让他一颗剑心机遇崩碎 感受到了说不出的绝望和无力 同为剑修 作为凡尘之地 一位震慑天下的陆地剑仙 五岳对自己的剑道 也有着绝对的自信 甚至在醉酒时 还曾发出天上若有剑仙 也当举杯邀我共饮 视我为同道人 大豪迈感慨 可此时 这一切的自信 都在那一抹剑气面前 轰然瓦解消散 天地寂静 黄都城内外 鸦雀无声 一场来自东土神州修行界的风暴 汇聚着凡尘天下最顶级的力量 可在这一缕剑气面前 却都被压制了 这一剑如何 所以笑问 那一缕剑气就寻在天穷下 燃烧如火烛 更像大日毒照于夜空之中 五月神色变幻 尸魂落魄道 望之如天 高不可及 思之如鸳 深不可测 这位名满东土神州的陆地剑仙 哪还不清楚 刚才以为苏毅主动臣服的举动 是自作多情 苏毅在问道 那你觉得 这一剑落下 场中又有几人能生还 一下子 五月浑身被冷汗浸透 神色惨淡 根本不用想 对方若真有心下死守 他和这次三大仙门率领的修士大军 注定将伤亡无数 杀 悄然间 那一抹如日中天般的剑气 凭空消失 苏毅没有再说什么 只朝身后的黑狗招了招手 便镜子朝远处行去 黑狗早已目瞪狗呆 下意识就跟在苏毅身后 脑袋由自在发芒 自己这一子 非但早已觉醒 所拥有的力量 似乎也早已打破 鸿蒙天玉凡尘之地的规则压制 否则 为何能这么猛 一缕剑气罢了 就震慑十方之敌 且看那浩浩荡荡的大军 哪个不甘胆欲猎 惊恐无助 前辈 末帝 五月颤声道 嗯 您莫非是来自混沌之地的剑仙 混沌之地 这个字眼 犹如有魔力般 让在场那些了解许多 和混沌之地有关秘星的修士 心中奇奇异景 却见苏毅头也不回道 剑仙 不 我无非是一介剑修吧 是的 剑修 哪怕成仙 成神 成祖 在剑刀路上 自己也只是一个上下求索的剑修 道无止境 剑修之路 亦不会止步 一介剑修 五月直四破坊般 贪坐在虚空 他只觉自己那陆地剑仙的名号 就和戴在井底之窝头上的冠冕般 滑稽可笑 一人一狗行走万军之间 渐行渐远 走出了黄都城 走进了远处那茫茫夜色中 一路无人赶足 第3520章 削俭身上的谜团 夜色中 一人一狗在虚空中飞掠 一路上依旧能看到 有着许许多多的修士 正在朝天秦国黄都城掠取 苏毅没有动手的兴致 便和黑狗一起隐匿行踪 脸去一身气息行动 早知道你小子这么猛 为父就不火急火了来帮忙了 到头来竟是白忙活了一场 黑狗发出一声感叹 啪 狗头被抽了一巴掌 黑狗一阵呲牙咧嘴 怒道 哪怕顾念着为父舍生 入死来救你的情谊 你也不能 不等说完 就被苏毅一把掐住了脖子 谁是谁一副 面对苏毅那带着笑意的眼神 黑狗正气凛然道 义父 您怎么连咱爷俩的关系都变不清了 对了 您能不能先把手松开 苏毅甩手把黑狗扔了出去 没好气道 我可没你这样一个狗儿子 黑狗忙不迭又凑上来 绕着苏毅咬尾巴 谄媚道 干儿子而已 您又不是真的狗 我都不在意 您 砰 黑狗直接被一脚踹到了天穷深处 当黑狗再次返回时 正在说什么 苏毅已抢仙道 接下来会很危险 黑狗浑身一僵 也没了插科打混的心思 他沉默片刻 道 你打算怎么做 苏毅随口道 你来指路 去削俭的故乡走一趟 你究竟想去做什么 黑狗疑惑 早在来鸿蒙天狱之前 苏毅就提出 说抵达鸿蒙天狱后 要去削俭的故乡看一看 可黑狗却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看的 去了断一场因果 苏毅拿出一壶酒 喝了一口 我已等待这一天很久 也该做个了断了 黑狗心中 虽然依旧疑惑 可也懒得再问 直接到 削俭的故乡 在中土神州 一个名幻网生国的地方 网生国 苏毅一正 这名字可大有讲究 不 甚至可以说太过特殊 别人不清楚 执掌轮回之力的苏毅 怎会不知道 网生本就是轮回的一部分 削俭的故乡 竟在这样一个繁俗国度中 根本不用想 那地方必然藏有大玄机 对 网生国 黑狗瞥了苏毅一眼 你可别多想 那个世俗国度 和世间任何国度 没有任何区别 凡人在其中生老病死 修士在其中寻先问道 无非是名字有些古怪罢了 苏毅只点了点头 连你都看不出什么玄机 这才有意思 黑狗 呼得 他眼神悄然变得幽冷 望向远处 麻烦来了 应该是一批天倦者 苏毅挑眉 如何辨认出来的 黑狗鼻端秀了秀 这些为混沌之地强者做事的杂毛 身上的味道可瞒不过老子 郑子说着 远处夜色下 先是出现十余道身影 渐渐地 在更远处地方 不断有身影出现 越来越多 俨然已经把四面八方之地 彻底围堵封锁 黑狗神色空前凝重 道 在凡俗之地 老子战力虽然也远超举辖境 可若对上天倦者 轰 一道剑气 横空一闪 远处那才刚出现的十余个天倦者 身影爆碎消散 最恐怖的是 那剑气就像在湖中扩散的涟漪 朝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一眼望去 虚空都像被剖开 出现一道浑原的裂痕 再不断扩散 于是 在黑狗惊恶目光注视下 那更远处的天倦者 也依依如被涟漪吞没的扶贫般 身影则如泡影般炸开 眨眼而已 这四面八方之地 再无一个对手 走吧 苏毅自顾自前行 黑狗如梦初醒般 屁颠屁颠冲上去 大叫道 义父 等等我 这一声义父 喊得那叫一个情真义切 荡气回肠 苏毅浑身都有些不自在 可最终还是忍住抱搓狗头的冲动 道 你曾吹嘘自己 是什么十大神魔 号称什么吞天主宰 为何却能行走在凡俗之地 这个问题 之前他没留意 如今见识到 仙凡壁垒的真正利害后 他才意识到 这黑狗能行走凡俗之地 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黑狗纠正道 这不是吹嘘 而是真的 至于我 为何能行走凡俗之地 则和肖简有关 苏毅亚然道 他能为他人打破仙凡壁垒 黑狗摇头道 他也打不破 但却有办法 帮人从混沌之地 偷渡到凡臣之地 苏毅饶有兴趣道 具体说说 黑狗也没隐瞒 肖简曾指掌一盏神医莫测的铜灯法宝 被肖简称作偷天灯 当年他正是凭借此宝 在仙凡避障中找到一条神秘优微的无形通道 把我给接引到了仙凡之地 说着 黑狗露出追忆之色 当年 我乃是一方禁区主宰 曾夺取一股天道气韵 拥有了在凡臣之地 收集信仰之力的能耐 当时 我本打算把往生国 视作自己的属地 花费心思培养一些为我效命的天倦者 而肖简 就是我选中的一个好苗子 可我万没想到 肖简这次就是个大坑 外表看似恭敬温良 人畜无害 实则卑鄙无耻下流之极 黑狗一阵咬牙齐齿 这次刚见到我时 就对我五体膜拜 大呼上苍显灵 激动地拍着胸脯表态 愿为我安前马后 肝脑涂地 我当年瞎了眼 以为这次也是个可造之财 谁曾想 不提也罢 往事不堪 徒惹改伤 总之 我就这么上了贼船 黑狗长生一叹 苏毅眼神古怪道 他用偷天灯 埋伏了你一手 让你误以为 可以打破仙凡必杖 穿梭在混沌之地和凡俗之间 结果当你抵达凡尘时 却被他拿下了 黑狗浑身一僵 破天荒地尴尬起来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都怪削减这丝太阴险 交谈时 远处夜色中 陆续又有许多 天眷者赶来 苏毅看也不看 灰剑将之抹杀 亦如扶去苍蝇般轻松 这一切 也让苏毅和黑狗皆意识到 那在混沌之地 执掌东土神州 繁俗上百国度的 强大存在 明显都已行动起来 把各自麾下的天眷者 都派了出来 简单而言 今夜这一场 来自整个东土神州的风暴 背后实则是来自 混沌之地 那些恐怖存在的兽艺 动静 是不是闹得太大了 黑狗有些忧心 一旦惹出 定道者那些手下 哪怕咱们 在这凡俗之地 横行无敌 怕也不安全 苏毅汉首道 今夜最危险的 就是那些 未定道者 效命的角色 说话时 他脑海中 悄然浮现出 剑仙孙嚷的身影 此人可远比 那五个天前者 更厉害 并且能随意 离开鸿蒙天狱 可以预见 先凡必杖 注定难不住孙嚷 而孙嚷 既然能做到这一步 其他和孙嚷一样 未定道者 效命的人 也可能做不到 不过 苏毅并不忌惮 相反 他今夜所期待的 就是有类似 能够打破 仙凡 避杖的人出现 至于这世俗中 那些举狭近人物 和天眷者 早已不被 苏毅放在眼中 别担心这些 你继续说 苏毅一边饮酒 一边催促 他对黑狗和肖茧 当初在鸿蒙天狱的事情 皆了解不多 而此行 就将前往 肖茧的故乡 往生国 苏毅也想趁此机会 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事情 黑狗倒也配合 谈起了很多 大都和肖茧有关 偶尔 也会谈起九大禁区 鸿蒙禁狱的事情 也让苏毅心中的 一些疑惑 一一得到解答 他这才终于明白 混沌之地的强者 在凡尘之地 收集信仰之力 最终的目的 竟是为了参与 封天之争 也才知道 肖茧曾凭借手中的 偷天灯 和黑狗 一起闯荡过混沌之地 肖茧那一生 堪称逆天的道行 几乎都是在 混沌之地中 厮杀出来 不过 按照黑狗的说法 肖茧那时候 还未执掌命书 也不是命官 可却凭那一生的 剑刀造诣 硬生生 被他杀出鸿蒙天狱 直至后来 肖茧执掌命书后 又曾多次返回 鸿蒙天狱 目的有两个 一是等待参与 封天之争的机会 二是探寻 轮回之密 可最终 还未等肖茧实现 目的 就战死在 命和起源的 造化天狱中 谈起这些 黑狗一阵叹息 他当年 虽是一方禁区的主宰 可终究也只是 始祖级修为罢了 根本不是 天前者的对手 早在肖茧战死之前 黑狗就因为和 天前者之间的血战 差点允命 只剩一缕性命气息 被肖茧以命书救回 安置在了涅槃命土中 得知这些后 苏毅则陷入沉思 当年肖茧就已认定 轮回之力 藏在鸿蒙天狱 便观肖茧一生 充满了各种蹊跷之处 他的足迹 遍布命运彼岸 命运长河 命和起源四大天狱 甚至 他还曾折服在 纪元长河上 那肖是在过去 道徒尽头 相比第二世 作为第三世的肖茧 哪怕曾窃取天机 活出了另一场人生 可只推算时间的话 完全和第二世正道的 时间溺乱了 若萧茧是第二世 一切都合情合理 可偏偏的 它是第三世 这就太古怪了 或许 这一切秘密 和萧茧的故乡 往生果有关 苏毅刚想到这 忽得心中一震 想到了另一种可能